最近是不是有打算要换手机呢 提醒一个超级乌龙的案例了 有一个张先生 他向远传电信买了手机 持用了两年之后 却被屏东警方通知说 他的手机是脏货 被依窃到罪来法办的 让他觉得莫名其妙 警方调查之后果然发现说 张先生真的是无辜的 业者当初就是把手机 装入了标示错误的 国际移动装备辨识码的包装盒 结果让他陷入的无望之灾 而夸张的是 类似的状况还不知道有多少件哦 要小心了 另外来看